怎麼會是把大陸比喻成如來佛 如果要我比 我覺得因為如來佛地位相當高 我覺得如果你把說台灣人民 兩千上百分之是如來佛 你學王世間的梗 是 我昨天就這麼講 還合理一點 雖然學你的梗 但是還是要跟你吐槽一下 好 我們的題目叫做什麼 韓國瑜在大陸講了中華民國 民進黨滿意了嗎 坦白講這個韓國瑜 當然他終於還是開口講 他講1912年孫中山先生 在大陸創建了中華民國 坦白講這樣的說法 並不是第一次 在國民黨內 包含過去連戰 吳伯雄 蔣蕭妍等等 我印象中很多 到大陸去 事實上都有這樣的說法 事實上這個也是要突破很多人 或者說打臉很多人說 韓國瑜到大陸去 什麼都不敢講 不敢講 還是講了 當然我覺得這樣的講法 他還是客氣的講法 畢竟你是做客人的 你到那邊就是說客水煮變 你一定要向民進黨要求 或蔡英文賴清德要求說 去那邊一定要去嗆聲 去什麼 嗆賭等等 我要問民進黨 你們這麼多的縣市首長到大陸去 有沒有在中共官員面前 喊出你們的台獨黨嘎 有沒有宣誓你們的台灣前途 決議文 有沒有好好的唸一遍出來 沒有 是不是 所以說我要講來說 在兩岸互動的過程中 會有些現實的層面 你必須要考量的 不能因為你們做不到 然後現在要說什麼 韓國瑜就是什麼 去大陸訪問 去那邊簽訂單 就是賣台 這種論點我是沒有辦法接受了 再來我要一一回應 剛剛世間委員 剛剛他講了很多 第一個他說 這個韓國瑜這樣是過度依賴 請問韓國瑜當了市長以後 第一站去哪裡 出綁 是大陸嗎 不是 他去哪裡 去東南亞 去新加坡 去馬來西亞 去新南向了 對 是新南向 還幫民進黨 幫蔡英文政府 所以怎麼會是說 什麼過分依賴 所以他一定有考量這個層面 這個我等一下跟你說 接下來他還要去哪裡 接下來他還要去美國 對不對 再來你剛剛講說 那個韓國瑜接受什麼 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韓文 這個帽子扣很大 他說的 他接受九二共識 一中的 是 他講的 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一個中國 你去看那個演講的全文 不要隨便扣人家帽子 我沒有扣人家帽子 再來韓國瑜 他不是狼 他是孫悟空 孫悟空是猴子 很有本事 不要這樣亂給他什麼白狼 我覺得這個不當的隱喻 再來我要講 從法律層面講 這我一定要講 從法律層面講 我給大家一個說法 你就知道陸委會多離譜 3月23號陸委會的發言人間 副主委邱錘正他怎麼說 他說依現行法律 就是港澳關係條例 縣市首長在香港跟澳門 跟中共官員接觸 並沒有什麼 禁止 就沒有違法 因為根本那個法律管不到 3月25號 就是蔡英文指示以後 就昨天 陸委會的港澳處處長杜嘉芬 他怎麼講 他說韓國瑜 這個什麼 到在港澳建了中聯辦 涉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33條之一 必須按照個別的行為去判斷 若有違法要罰50萬以下 大家有聽懂了嗎 陸委會副主委 在先前23號講說 沒有 他在港澳建了中聯辦 跟那個什麼 兩人民關係要管不到 只能用 反正是屬地 現在變屬人 對 就是蔡英文的講法 蔡英文說什麼 叫陸委會要研究法律怎麼樣 看韓國瑜有沒有涉及違法 在我的理解就是什麼 有法就研辦 無法就看著辦 就是要叫陸委會 太當太胖 就是要修理韓國瑜 一個總統 中華民國的總統 在國外出訪 竟然這麼關心韓國瑜 而且對於個案 去指示陸委會要修理韓國瑜 這一種總統夠格嗎 再來講到蔡英文 大家記得嗎 蔡英文之前很稱讚陳吉仲 為什麼 因為陳吉仲到日本賣台灣的水果 農產品賣多少錢 香蕉 對 香蕉賣多少錢 大家記得嗎 二十幾億 我們這個台灣有國家隊 到日本怎麼衝鋒陷阵 賣香蕉 賣水果多厲害 賣二十幾億 大家給他稱讚 結果韓國瑜現在到大陸去 還有港澳去 賣了現在可能會到六十幾億 怎麼蔡英文 連一句稱讚都沒有 所以蔡英文總統 你是不是欠韓國瑜一個讚 對不對 你都可以稱讚 二十幾億都可以稱讚陳吉仲 結果人家搞了六十幾億 結果你竟然什麼都不講 韓國瑜這一次去是經濟之旅 不要忘記你要給他扣紅帽子 然後見縫插針等等 我說真的 民進黨我們也管不著 可是不要忘記 民進黨過去做的事 我們都知道謝長廷在2013年6月 他當時是以台灣維新基金會 董事長的名義去的 我特別 我怕我搞錯 我還特地帶了今天 還帶來了當時的新聞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標題叫什麼 謝長廷民共同源追求共贏 他當著董建華孫雅夫面前 訴諸血緣情感 呼籲民共要撇開其意 但是雙方有同源親密關係 拜託 民進黨 謝長廷是誰 謝長廷當時雖然不是高雄市長 可是他當過行政院長 做過民進黨黨主席 代表民進黨選過總統的人 說民進黨跟共產黨同源 細出民共同源追求共贏 結果怎麼民進黨 一個人都沒有去罵他 這是見鬼了 好 這一次去跟韓 為什麼我一直拿這個例子 跟韓國瑜做類比 世間那一趟你有去嗎 沒有 我死也不會去中國 那是在香港建中聯辦 香港我也不去 對 當時他帶了九個 民進黨的立委去 而且還很多民進黨的學者等等 好 這個跟中聯辦怎麼關係 再來 另外一則新聞 聯合報的報導 當時謝長廷到香港訪問的時候 請問是誰去接機 他獲得理譯通關 大陸駐港中聯辦聯合辦 台灣事務部長唐宜元 唐部長 剛剛你講的那個 就是他 這個什麼 他說民共要交流 不然民進黨就要被邊緣化了 最後一章 到底有沒有跟中聯辦的關係 除了接機以外 有沒有吃飯 接機應該更理譽了吧 對 從機場就開始了 領域通關 最後 這裡有一段話 國台辦副主任孫雅夫 還有中聯辦的官員 都將出席謝長廷的晚宴 所以不要雙重標準 如果謝長廷這麼高的位階 這麼高的身分 到香港去見了中聯辦 見了董建華全國政協副主席 等等都沒事 請問韓國瑜只是一個地方首長 高雄市長去了以後 為什麼要被你們這樣酸 這樣喊殺 喊打 完全沒有道理 最後我講賴清德就好 賴清德說韓國瑜去什麼 這次去是賣 他算他是賣生 第一個 韓國瑜 我看他在那裡衣著都很整齊 哪裡賣生 我覺得他很好 不管是賣哪個是 賣人生嗎 搞清楚 高雄不產人生 高雄只有農魚產品 不是韓國去賣農魚產品 所以韓國瑜請搞清楚 所以賴清德 蔡英文 還有民進黨一竿能等 拜託自己辦不了事 沒有辦法幫高雄市民 沒有辦法當台灣人民 你們就 你們就這鼻子摸摸就算了 不要在那邊扯後腿 你最後那個笑話滿了 你講這句話 我認為是這樣 我沒有說從上到下 都把他怎麼樣罵他幽謀話他 我不是說他去這樣 就叫過度依賴 我說我提醒 我說這樣的賣很好 但是不要過度依賴中國市場 不要忘了中國的以商逼政 以民逼官 我是做這樣提醒 我認為 我認為陸委會講這些東西 很無聊的原因就是說 你看嘛 就讓你們有口實 我認為說要去中國做客 或者中國的人要來 我們互相就客氣對待 要去做客 就不要去那邊縮東縮西 所以像我 我個性按耐不住的 我絕對不會去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去嫁完嫁不好 不好 我們去當客人要跟人家怎樣 這個不對 我們主張什麼的 我們就在這邊 我們跟我們的人民說服清楚 這個這樣子就好 我反對陸委會那樣的做法 就是不要把這個用國腳步 給他穿小鞋 我認為這個事情已經大到 這個是政治問題 不是那個防文入結 所以至於韓國瑜他講的 你就看了全文在說 韓國瑜在去年高雄市長選前 他說他接受 他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你先看清楚 你先看清楚 我不想浪費我們這個節目的時間 那麼我認為說這個 我們還是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跟大陸一樣賣東西 是要我們承認他是大陸的一部分 而你說他第一站去賣到新加坡 是對 新加坡來買的這些資本家 這些財團 都是跟大陸也很熱絡的往來 全世界的企業都在跟大陸做生意 我認為現在為止賣的 都是大陸 所以只能賣日本就對了 他影響 或者他能夠直接干涉到的 我認為下一個階段 看韓國瑜展示他的神力 五遠福建的 你賣到日本 賣到韓國 這樣我就說你很厲害 現在我認為都還只是在大陸 輻射可以影響範圍內 這不是不好 能賣就是好 只是大家冷靜想 為什麼台灣其他縣市長 尤其綠色的去 中國愛里布里根本現在杜絕了 三年來不跟你買 為什麼現在韓國瑜去他要買 很清楚他做了劃分 做了劃分很好 我們就2020大家來論個清楚 1月11號就會知道了 我覺得民進黨或是蔡英文 或是賴清德或是陸委會 又在對於韓國瑜這次的出訪 那麼做了這樣的一個操作 我覺得他顯示出 他實在是已經墮落了 退步了 笨了 而且笨得我們無法理解的民進黨 蔡英文自己本身是學法的 而且是法律的專家 他自己是學法的 是法律的專家 他很清楚的知道 而且他也當過陸委會的主委 他很清楚的知道 根據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那麼有關於港澳的關係條例裡面 是香港 澳門的地方 那麼他在界定上 因為這是港澳的關係條例的第二條 界定 香港 澳門不是大陸地區 所以韓國瑜這一次到香港 澳門 那麼去那邊活動 跟誰見面 跟大陸派出在香港的機構的負責人見面 是不在兩岸關係人民條例的規範裡面 所以蔡英文自己也知道 所以他自己後來再補說 如果沒有法 我們以後是不是要去設法 但是問題是你如果以後設法 你把合法的變成違法 那你也不能夠法律射擊既往 更何況你無法修法 因為香港 澳門 他就把它界定是港澳關係條例 除非他又再加淡書 說中共派出 或者大陸派出在香港的所有的機構 那麻煩了 那幾乎是沒有辦法運作了 因為所有的機構裡面 因為大陸是中央政府 香港從來就是地方政府 它是一個特區政府 就好像我們的高雄市 也是我們的地方政府 我們的嘉義 屏東 也是地方政府 你總不能說你屏東 嘉義 你要獨立 你要跳脫中央政府的管制之外 這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在法律上來講 蔡英文是絕對站不住腳 陸委會站不住腳 所以她的陸委會的那個官員 硬要出來要硬拗 站不住腳 更顯示出文官的不總理 這就是麻煩了 也就是我們的文官 竟然現在都違背了文官中立 依法行政的原則 這個很嚴肅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我們從政治的領域來看 中聯辦的位階 事實上中聯辦的位階 是低於部長級的位階 中聯辦的主任表現得好的話 像他上一屆的主任 表現得很好的時候 就被拔鑿成為港澳辦的主任 就好像國台辦的主任一樣 有的表現好的 被調去當廣西省的省委書記 就是有的是被調去 外交部裡面當副部長 所以也就是說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位階不到正部級 不到正部級 你一定要把他拉到這麼高的位階 我覺得這個是違背政治常識 也違背現實的狀況 你一定要違背政治現實 違背政治常識 要這樣操作 我覺得這個是笨到可以 好 另外一個政治層面在哪裡 蔡英文又一直在強調 你要講中華民國 可是蔡英文自己在海外 在我們的邦交國的海外 他自己卻擅自更改國號 叫做中華民國台灣 對不起 你是中華民國總統 我們從來沒有中華民國台灣國 我們從來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絕對不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一個國家的元首 不能夠自己擅自更改國號 你這是違憲的 所以我這邊要求我們的外交部 跟我們的內政部 一定要要蔡英文回來 寫一篇報告 因為你要韓國瑜 陸委會要求韓國瑜 回來要寫一份報告 我也強烈的要求 外交部跟內政部 你一定要讓蔡英文 回到台灣來寫一份報告 為何違背我們的憲法 擅自更改國號 我覺得這裡要處理 第三個層面就是經濟的問題 蔡英文自己都點破了 說我們的農業的問題 農民的生活為什麼那麼苦 就是產銷的問題 就是你生產出來了 你賣不出去 而高雄市政府一直在強調 他賣了1億7千萬 他最好的紀錄 他可以賣2億 也不過佔高雄農民的 生產量的1%跟1點多 而韓國瑜這一次一個禮拜 賣了44億 農民的苦是來自於 當他努力生產的時候 品質好而生產過剩 價格崩跌的時候 他的內心最大的痛 我們要幫他解決問題 現在的情況是 幫他解決問題了 有什麼好批評的 就應該要肯定跟讚美 我簡單回就好了 我簡單講 那個方式就像釣魚 我們就像魚一樣 有那個釣額好像很棒 你說我一年賣多少 現在等於我們總共 南部農產品的24% 被韓國瑜賣出去 對方 中國都放了一個 我們人生活在世界上 不只只有利益生存而已 還有你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願意接受中共 這樣統治下的生活嗎 價值高於利益 這個是我們要把話講清楚的 所以韓國瑜來主張 來主張他的這些來選總統 這很好 大家論得清楚 你不要講這個 你這樣子 這是一種挑撥 什麼挑撥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讓我們的農民 跟我們的漁民被各個擊破 我們認為我們現在不同的講法 被中共各個擊破 那你們很猜 很猜 我們一致對外 一致對外 那你們過去三年幫了 農民民幫了什麼 那不是就像他丟一個鵝下來 覺得大家為了爭這個鵝 然後就上了那個魚鉤 不是這樣嗎 我們台南的東西 就被他調走 我不要賣 台中我不要賣 你來給我們賣 看你要賣多少 你開一個價錢 你說這個沒道理的事情 你叫我不要賣 我不是賣這個 因為農民人家賣 他們有他們的管道 人家他們有他們行銷的市場 你應該找蔡英文總統 幫這些人找出路 不是 世堅哥 不是別人找到出路 你一直在說不要到這麼出路 我沒有中國那種出路 我沒有 而且我必要 那這些農民民就二死算了嗎 不是這樣 各司其職 各安其憤 去賣有銷售的人 王世堅一直主張的 韓國瑜要趕快跳出來參選 藍軍要趕快支持韓國瑜 這個議題在藍軍的基層 的確是非常的熱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